- 昨天整天都去陽明山上面拍攝一個廣告影片的側拍 還有一個Q&A訪談的部分 那這個神奇的廣告我還不能分享說這個品牌是什麼 然後也不能分享說他們的產品有什麼 然後也不能分享說那個代言人是誰 這都是秘密只有我知道而已 那反正最後那個廣告出來我就可以分享這些東西 反正那個時候再分享就好 但是我可以分享一些攝影器材的東西 就是幕後啊他們用什麼器材 那我收穫最大的就是看到台灣第一次看到有人用Easy Rig 親眼看到有人用Easy Rig 就是一個像是燈籠魚然後來支撐你相機的東西 那這個東西呢我超想買 然後我已經去跟我們的代理商已經問問說 欸到底有沒有貨 然後我準備要去看貨而已 然後我就直接在前幾天 喔不就是昨天 直接親眼看到Easy Rig的本尊 然後我也去問了一下攝影師 那他就是說他會把相機的重量全部分散到你的身體上 讓你的手減輕非常非常多重量 因為他的相機是非常非常重 他加了V掛加了圖傳加了很多很多的東西 然後我也是第一次看到有用CMotion的根膠 反正很多第一次就是看到很多 平常看不到的東西昨天都一次的給他看完了 那昨天的陽明山其實是下大雨的 但是就非常讚嘆就看到燈光師跟燈光族的人去慢慢的一盞一盞燈點亮 然後就把室內打得像是有陽光有光束這樣灑進來的感覺 真的是我也就只能這樣子張開嘴巴看著他們 就因為這是平常可能兩三個人的團隊可能沒有辦法辦到的事情 就那是一個超級無敵大的團隊才能辦到的事情 就是需要有人啦就是有人要爬來爬去然後進出進出然後要互相溝通 然後我還第一次看到有燈光族的人有自己的一組圖傳在那裡看畫面 我也覺得很厲害就很多第一次啦這整個就是有點像大開眼界嘛 就是看到全新的世界啦 就也感謝朋友邀請我去拍攝這個側拍才有這個機會 可以看到這麼神奇的拍攝現場 好 好 好看 好好好 好大家都好 嗯 好 你想要吹 你給他 你給他看蛋糕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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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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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